公布了有選舉之後 公布那一天 直至到選舉之後的兩至三個月不等 大部分都會停工 是真的停工 超額的情況是嚴重到每開一間全新的校舍 一年之內就會悶 學額就會悶 所以接下來在我住的地段附近 南蘇里這個地段 就會有一間全新的中學即將建成 這間全新的中學即將建成之後 我相信一開校就已經會悶 大家好 9月28號 9月28號 看一看過去這個星期的家國要聞 BC省的要聞 我們即將要省選 沒錯了 省長賀錦即是新民主黨的領袖 並且是BC省的省長賀錦 他就剛剛在這個星期宣布了 10月24號 10月24號即是他們 現在還有其實不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10月24號星期六就會是主要的省選日 選民一如以往 他們在省選的情況下 就有這樣的選擇可以提早投票 今年的提早投票日期 就會發生在10月15號至10月21號之間 假如是主要投票日期 10月24號是方便投票的選民 就這樣安排 至於你確實怎樣安排 你可以上去瀏覽 Elections.bc.ca這個網頁上面 就有所有的資料 由於省選會發生在疫情的情況之下 在賀錦他公佈省選的情況裡 已經是跟公眾交代了 就是今次的省選會做足所有 和防疫有關的措施 包括身體的距離 即是選民的社交距離 身體距離要保持著最少超過兩米或以上 另外就是負責選舉的官員 他們會帶足PPE 我相信會帶足PPE 務求就是給選民有一個最安全 安全到極點的一個投票的體驗 新聞主黨今次去宣佈省選 其實對於社會各界其實都有不少的迴響 大部分的迴響就是覺得有多少的出奇 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就不覺得出奇 兩個原因 兩個原因 按著新聞主黨他們在省政府 即是過去這兩年時間的執政情況去看 既然疫情嚴峻 我從來都相信因為疫情嚴峻 和那個變數很多 所以新聞主黨何謹他如果想播一局 再叫一個省選 看看會不會有能力去到 將新聞主黨在政府裡的能力繼續更加鞏固 以至到將來要去做事 要去通過法案 各方面會不會方便一些呢 這是第一點 第二 除了做小生這個台外 我自己幫省政府的問題賭博部門 是有一些項目的 在過去這三四個月裡我便發覺 為何好像省高級官員去批核一些項目 為何會有很多担誤 有很多拖延 那我就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其實 來裡面已經說 年底之前會叫省選呢 通常 通常 通常加拿大的政治情況就是這樣 一公佈了 一宣佈了會有選舉 無論是聯邦政府那個層面 或者是省政府那個層面 公佈了有選舉之後 公佈那一天 直至到選舉之後的兩至三個月不等 那就大部分都會停工 是真的停工 不是說完全整個省政府停止運作 他仍然運作 但是新項目他就不會批住了 哎呀不如 塵埃落定 選定了誰是當權者 誰可以有權去做決定 或者誰需要負責任 所謂 然後再去看一些新的項目 項目的改變 或者全新的提議 那些的動議 全部都會停工 這個就是 這個大新聞 剛剛這個星期的大新聞 普查裡面就說有大概六成的選民 其實是反對提前省選的 不過在這六成反對提前省選的省居民之外 那個新民主黨的民調仍然是領先的 我個人看法 我個人看法 我相信 我相信新民主黨是會連任 我相信新民主黨會連任 但是至於說他會成為一個大多數政府 或者是一個小數政府 我覺得就視乎少數政府的機會會大些 即是說其實他有少少 我的推測就是賀錦今次他去宣佈省選 其實做了等於沒有做 做了等於沒有做 這個我自己個人意見 絕對不代表本台立場 另外一個主要新聞就是在西溫哥華 西溫哥華 遇五十個青年人參與派對 罰起人被罰二千三百元 二千三百元要五十個朋友分 其實都不是很大件事 所以很輕微的罰款 但是起碼警方都叫做有做事 這個事故就發生在西溫哥華 西溫市剛剛本月的十九日 大概是九日之前發生的 其實西溫哥華因為有不少的物業 其實他們都很大很龐大 那些怪獸屋的所謂 我不知道二三十年前移民來加拿大 有個香港人有個術語 那些叫做怪獸屋 怪獸屋誰住的 怪獸咯 當然是怪獸屋 如果不是怪獸屋 怎麼會叫怪獸屋 那些怪獸屋 例如British Properties 那些怪獸屋 在西溫哥華 其實除了是本月十九日這一宗 的個案之外 在八月二十八日 更厲害 更厲害 八月二十八日另外一所 旁廣言巨大的物業裡面 有兩百至三百人不等 全晚都在開派對 也是被罰款的 不過在新聞裡面 沒有提到罰多少錢 那估物論 其實警方都已經加緊去到 留意線報 究竟有沒有人去到 去到犯那個限聚令 那這一刻至今日 BC省的限聚令 仍然是建議六個人或以下 六個人或以下 在說的是你自己的家庭 或者近距離 氣泡以外的人 加上不要超過六個人 以至到出街吃飯 例如一家人出去 加上一些祖父母 剛剛七個 特了一個 訂桌就要預約兩張桌 四加三 出去吃飯 另外在溫哥華和蘇里 這個是明報 過去星期五 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的報道 溫哥華和蘇里 亦都有護理院社出現疫情 出現疫情的爆發 疫情的爆發的定義就是 超過一個人 超過一個人 因為同一個環境裡面 而染病 而染到新冠的病毒 這些都算是一些 比較高危的地方 那些護理院其實 護理院在疫情爆發的初期 三月至六月 有關護理院的新聞是最多的 最迫切 因為很早期已經了解到 長者 尤其是患了長時間疾病的長者 chronic illness的長者 他們對於抵受新冠病毒的入侵 抵受新冠病毒對身體的傷害 對於國安能力是較為低一些 另外 在UBC 這個是BC大學一位的教授 一位專家 他參與一個國際的研究 這一份的研究就指出 雖然早期從中國傳入歐美的這個病毒 研究就指沒有導致疫情大爆發 最起初的時候是沒有大爆發的 是沒有大爆發的 這個研究就是去研究究竟有些什麼因素 引致到世界各地各個不同的地方有大爆發 當然我們大家知道最嚴重的地方就是意大利和希臘 中國大陸 現在時至今日 美國 不少東南部的州份 其實都是在經歷這個大爆發 有些什麼的因素引致到大爆發呢 專家就認為似乎最開始傳入去 就是由中國傳到其他地方的時候 那個防疫措施似乎做得不足 那時至今天在北美洲 北美洲我沒有記錯 之前節目都跟大家探討過 就是外國人西人和華人對於抗疫的態度 普遍來說是非常之不同 但是不同的時至今天 在加拿大和美國和北美洲 大部分的西方國家已經有一個共識了 共識就是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勤洗手 這些全部和有藥肝的限聚令 這些全部都是能夠保障健康的一個做法 當然在個人的一個層面千萬不要夜睡 千萬要保持著作息定時 要飲夠水 飲夠水 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 其實就算是expose 就算是染了有新冠病毒 如果飲夠水的時候 做配合身體本身的健康 仍然能夠有機會控制住 以至到就算是染了病毒 都不會去發病 染病毒和發病是兩回事 大家其實都需要去清楚了解一件事 染了病毒去驗新冠的時候 去驗到一個positive 驗到陽性反應 陽性反應不等於一定會發病 記住這件事 所以盡量保持著 因為我經常都和家人和朋友 或者聊天的時候 大家的共識都是覺得 無論我去到哪一個地方 我都當身邊的人是有新冠 意思就不是說要去過分擔心 但是對於保障自己 保障家人 這也不是一個差的想法 另外在學校那一方面 染疫風險名單 新增五間學校 不斷的資料公開 看得到不同的學校 不同的地區都有若干的學校 是有exposure 即是有新增 按著大溫哥華 大溫哥華這麼多個城市裡面 數理市的功效的情況 是比較嚴重的 我起初覺得奇怪 為甚麼好像 你已經過上學 為甚麼數理市的學校 會嚴重一些 跟一個好朋友聊 其實合理 數理市的學校 過去這十年 其實經歷 都是不斷經歷 是滿額的 是真的滿的 並且是超出 他那個原本 學校設計 融立到學生的超額的 超額的情況 是嚴重到是怎樣 超額的情況是嚴重到 每開一間全新的校舍 一年之內就會滿 學額就會滿 所以接下來 接下來在我住的這個地段附近 南數理這個地段 就會有一間全新的中學即將建成 這間全新的中學即將建成之後 我相信一開校就已經會滿 是的 數理市 南理市 這兩個城市 過去這十幾年 因為大溫市道飆升 有不少的人 有不少的持物業者 都放了他們在溫哥華 或者近一些市中心 溫哥華 本拿比 列治文的物業 就向東移 這一個是主要的原因 為什麼過一個 在數理市 和南理市 Surri 和Langley 兩個地方 那個學校情況 比較緊張 所以在這麼密集的情況之下 就難怪 就是保持身體距離社交距離 有藥肝的困難 那就僥倖的地方 就是第一 我們那個資訊快 就是大家會有防備 第二 就是這些個案全部都是exposure 就是有人驗到是 呈陽性反應的新冠測試 就不是說有爆發 沒有爆發 我們絕對不希望有爆發 絕對不希望有爆發 另外一則的新聞 都和疫情是有關的 這個是明報星期日的報道 美推算加年底1.6萬人染疫死 多大病學加此預測可能高股 這個是美國的推算 美國我不知道它按著一個 怎樣的量度尺去離定 究竟怎樣可以推算到 加拿大今年年底會有萬六人 因為染病所以死 那個數字是遠不及的 遠不及的 希望大家在疫情不斷有新個案 尤其是安省 安省那個個案真的飆升得很厲害 我住在安省的朋友 親戚我有個唐大哥 他都 預測即將可能會第二輪的全城封鎖 也會有機會 所以可以外出吃飯 吃多餐 另外最後一則新聞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星期日明報的報道 星期日9月27號 賀錦這個和選舉有關 賀錦警告自由黨 或者會重徵MSP 即是去重收回MSP MSP Medical Services Plan 就是醫療保險的費用 但是自由黨 反駁承諾會免費接種流感的疫苗 其實自由黨這樣說 會不會默认了何謹 對於自由黨的評價呢 就是說你選新民主黨好些 你如果選給自由黨執政的話 大家就要給足夠MSP 事實上是 過去這幾年 那個省的醫療保險 其實是沒有加過價的 而且是很相宜的 會不會因為自由黨上場 又會加價呢 我相信自由黨上場的話 它就一定會加價 從來自由黨和新民主黨 是BC省兩個 過去的二十三十多年 都是這兩個黨執政 都主要是這兩個黨執政 自由黨就是中立偏右 新民主黨其實是偏左的 其實是偏左的 通常新民主黨執政上場的時候 民生就會比較上 可能某程度上 在於社會福利 在於醫療的制度 所有的保障就會多一些 和穩重一些 醫療服務 主要是醫療的 其實醫療的服務 和社會保障的服務 就會全面很多 自由黨上場的話 就會有多少改變 今次的節目和大家說到這裡 下次再聊